阿肩排骨便當店 我覺得以這個配菜來講 都可以過耶 我覺得它可以是我目前心中的第一名 很大塊 這個開湯就是我會 它沒有太用心耶 感覺是用Snooby的肉來做的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開湯 有沒有看到今天一整桌滿滿的什麼呢 便當 你們知道嗎 本人呢其實是非常熱愛吃便當的 你們有在愛吃便當嗎 沒有 因為呢它是滿足你一天所需的熱量 有肉有菜有飯 而且你吃便當就不用想吃什麼啦 因為便當店裡什麼都有嘛對不對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評比什麼嗎 而且呢有很多 今天呢有兩位場外因素 就是有兩隻狗狗在現場 如果大家看到狗狗的話請原諒他們 好 我們今天要評比八間排骨便當店 這八間店呢大部分都是連鎖店 因為排骨呢有分兩派 有分滷派跟榨派 你們喜歡哪一派 我喜歡榨的 欸我也喜歡榨派的 但我喜歡那種 先滷後榨派的 今天呢來幫大家看看 到底哪一家排骨便當最好吃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君月排骨 你們有人吃過君月排骨的便當嗎 沒有 我本人也沒有吃過 因為你知道它的價格真的是有點貴 你們猜是這樣子 裡面有幾個菜 三個菜 一個冬粉 然後一個是酸菜 另外一個是高麗菜 我猜一百三 一百二 店內的話看價格是 在UberEats上面 這一份要兩百一十幾塊 好貴喔 我們先吃看看它的排骨好不好吃 如果一切好吃就是合理的 但是我必須說 它排骨給的還蠻大一塊的 然後它的排骨呢 上面是有一點 胡椒顆粒的那種醃漬的感覺 它吃起來就有比較清潔的喉感 但我覺得胡椒的味道沒有很出來 因為我原本以為胡椒味感會再更重一點 我覺得以這個配菜來講 我給過耶 配菜是冬粉跟酸菜 酸菜有點敷衍耶 但是 薛月排骨就是一個知名的排骨名店啦 如果是在店內吃的一定會比外送還好吃 但是如果以這個價格來講的話 好像就沒有必要吃便當的必要了 對 因為吃便當有的時候就是追求一個高CP值 還有一點是它的飯 也沒有滷汁 也沒有菜脯 因為其實基本上很多便當店 它可能還會一時一時給你淋一點那種滷肉醬在上面 但它是完全的白飯 大概一到十分錢給分 四分 因為價格所以比較低 我覺得五分 五分 口感還是不錯啦 因為它是硬硬的感覺 烏饕池上飯吧 你們知道嗎 我們在拍這個主題之前 我們就在想 有什麼知名好吃的排骨飯 第一個 異口同聲的就是 烏饕 那它這一間呢 一百一十五塊 嗯 是不是很親民的感覺 然後我們這個呢 是點的是它的招牌排骨飯 然後你看它這裡面的配菜 很快喔 對 它有高麗菜 然後還有半顆乳蛋 然後香腸 紅心菜 還有菜頭 然後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可以就是免費的裝紫菜湯 這是我剛在那邊裝的 它的排骨是比較像是這種 乳排骨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味道沒有到很重鹹 它就是還帶了一點淡淡的甜味 我買到現在大概過了四十分鐘吧 吃起來還是蠻好吃的 然後再來吃看看它的配菜 你看它這菜頭是 滷到變很深色的那種菜頭耶 看起來就很好吃 嗯 菜頭超好吃 滷得超入味的耶 我覺得它就是想像中那種便當的樣子 它有一些便當天真的很難吃 而且是有一些工作 你知道它可能會附那種便當 打開來都沒有胃口 有一格是什麼 蒸蛋 三色豆 紅蘿蔔絲 就這種是我每次看到就會 回頭上去的 我覺得我可以給八分 我也八分 我也八分 就是以這個價格來講的話 它是非常的OK 如果後面沒有比它厲害的話 我覺得它可以是我目前心中的第一名 我覺得它真的好吃 下一節 它是我心中近幾年 就是蠻愛吃的一間便當店 它叫米樂石會 店內的話是一百二十塊 Huber外送價的話價錢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可以看一下它給的東西 其實就是煮菜跟飯盒是分開的 我覺得真的很棒 因為有時候如果炸的排骨 放在裡面會濕掉 就是會變不好吃 平常都是吃他們家的雞排 他們每次點雞排 都會被問說是哪一家 因為呢你看它的 排骨 很大塊 那它的配菜呢 其實就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特別的是 為什麼我們後來嘗試這家 是因為它的飯是用這種 零麥米 然後上面還有零一點滷汁 我們來吃看看它的炸排骨 好酥喔 它的排骨也是有醃漬過 然後吃起來味道也是偏甜 然後外面再裹一層 薄薄的那個麵衣感 因為很多炸排骨啊 炸完之後 肉會很小塊 但其實你再吃到第二口第三口 發現它的肉還是很紮實 然後它排骨的肉啊 吃起來是比較粉一點 我們去買外帶回來 對啊 40分鐘 看它那個紙袋根本就沒有油油 對啊 不會很油耶 它油力的很乾 嗯 它還有一點是我覺得 我喜歡吃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菜啊 看起來處理的時候都很乾淨 會讓我感覺到 欸 都還滿新鮮的 外觀上來講的話 也是有在用心 比如說 它炒這個蛋 它就會有一些洋蔥 那一般的白菜啊 它也會給你一些 豆皮 我覺得它白飯很好吃 然後它又有滷汁 滷汁就很加分 你們會給幾分啊 8.5分 蛤 7分 你覺得差在哪裡 它也比較少一點 因為我喜歡配菜多一點 我覺得我會給它 7.8 它那0.2的原因是因為 我喜歡那種 古早味一點的感覺 但這家就是 比較健康 但也很好吃 頑林滷肉飯 這間是我 也是有一陣子 非常非常愛 其實到現在 我都還滿喜歡的 這一間的話呢 這樣一份的話 是119塊 然後我點的是 它們的排骨 那排骨呢 它就是比較有一點 好像有炸過 又有一點醃過的感覺 我會一直很愛這間的原因 是因為 他們家的排骨 就是有達到 我喜歡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點古早味 它的排骨吃起來是 有點帶驚的 你吃起來會咬不太斷的那種感覺 我跟大家說 我會介紹這家的原因是 因為 如果你是去店裡面買的話 他們家配菜有 超級 超級無敵多 它的配菜感覺是 一道認真的菜要挖一些給人 對對對 嘴家像是 吃那種大桌菜 然後這邊夾一點 那邊夾一點 然後最後煮成一個便當的感覺 但是跟大家說 之前我有一次去 它可以選4個 選完之後 200多塊 我嚇到 我後來才知道 他們有一些菜是要加錢 比如說我點了豬肝 豬肝可能要加幾十塊 所以 可能要問過啦 我剛剛吃它的排骨 不然譬如說我的菜 不會乾乾柴柴的 可是又不肥 其實我喜歡脆的 但它完全不脆 可是又有一種 冷掉軟掉 好像還是蠻好吃的那種感覺 你會給幾分啊 我要給自己的5 又5分是想配菜 我的話是6分 因為排骨 它這個是比較 絲一點點的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 但還是好吃 我會給它7分 因為我覺得 其實有一點油膩 你看它每個菜 這個倒在那也是油油的 然後其實你看它邊邊角角 都會有一點 滲油滲油的感覺 大腿他們家的豬肝 真的很好吃 它是那種 很重口味的那種豬肝 然後你只要再配這種白飯 整個吃起來就非常讚 胡鬚章滷肉飯 很意外把它列進來 因為我覺得胡鬚章 就是要吃滷肉飯 讓我們這邊點它的 唐山排骨 變大 這樣的話 一份是139塊 讓我們來吃看看好了 它這個排骨顏色看起來 是蠻好的 重點是你看它的配菜 很豐盛耶 我覺得至少有5、6個品箱 喔 蠻好吃的耶 哈哈 蠻甜的 我覺得它排骨蠻特別的 我覺得很厚 咬下去是很軟 軟中又帶著紮實感 我不愛淨加 我要跟你完全不同看法 真的假的 妳是不愛醬還是不愛肉 不愛肉 它的肉是很瘦的那種 不要有肥的 排骨就是瘦的 我不要吃到一絲一絲的肉感 它就是會有肉乾乾 可是我覺得 它的配菜就是蠻一致的 而且是感覺擺得蠻漂亮的 甚至還有這個酸瓜 雖然說它的排骨不大片 可是我覺得算是精緻 它是算那種大眾會喜歡的 比一般的便當店再好一點 可是也沒有到說挺好吃 因為我覺得它會好吃的粉是滷肉飯 妳覺得幾分 我覺得7分 喔 就是中規中矩 嗯 味道是好的 這個如果是工作結束 然後大家訂餐 是總便當 是會開心的嗎 無需這樣的其他便當 我會開心 開心 開心 欸我好瘦喔 但是香腸好好吃 我覺得我會給7分 為什麼7分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菜色可以再大膽一點 但是那個豬肝就很中我的心 這個就是可以想像中的菜色 其實它的便當 你說139嗎 嗯 139我會買 我覺得150以內的排骨便當 我都可以接受 然後再加上它139 雖然比別人多個十幾二十塊 可是它的便當的豐富度來講 你會覺得 喔 還不錯欸 就是還蠻有誠意的 沒訂閱我跟康妮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們嗎 接下來呢 我們來吃看看 芝糕飯的排骨便當 一份一百塊 這個太多就是我會 它沒有太用心耶 就是三色豆 白花椰菜是在我的認知中 Label很低的存在 我不喜歡吃白花椰菜 因為白花椰菜很美味 然後又比較硬 然後高麗菜 竟然沒有炒蒜頭 我先吃看看它的排骨好了 排骨我覺得 給的算還蠻有誠意的 然後它的厚度也是有的 以這種比較台式的架法 通常肉都是薄薄的那種排骨 但其實它的肉是 已經有點像是 雞排的那種等級的厚度 然後也是帶一點 甜味的那種醃製 但講真的它的肉 就吃起來就有點乾 這家很多人嗎 超多人 他就說 好像是從 等等死雞味 我要吃一下配菜好了 它的白花椰菜 跟高麗菜吃起來 都是很原味 吃便當 你的白飯已經很多了 如果你的配菜 太素太淡的話 你會吃起來 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它的價格 100塊就是真的很便宜 它的受眾可能就在於說 對於分量比較追求的 因為畢竟它的肉是真的很厚 然後它的白飯 妳拿來看看 排骨已經快吃完了 真的耶 而且它的飯感是 壓緊 然後再上第二層 再把它壓緊的那種感覺 你看它的白飯 真的很厚 我覺得 100塊想要吃很薄 現在已經是有點困難的事 嗯 確實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就是 就是它排隊的魔力 嗯 可能它們家主打吃高飯會比較好吃 這一份吃起來就真的普通 我給它5分 我也是5分 然後它的價格我會給它6分 現在它跟它100塊 你突然就覺得想說什麼就說不出來 就是看你追求吃得精還是吃得飽 如果吃得飽的話 選這個就OK 那它現場可以撈湯嗎 可以 喔 你怎麼沒有撈 那我就給它6分了 這個很適合撈湯耶 因為它好乾喔 接下來是 梁瑟翰 梁瑟翰就是以賣排骨出名的吧 所以它就叫梁瑟翰排骨店了 這樣子呢 一份的話是125塊 它的排骨真的很大 而且是那種黑胡椒醃漬的這種感覺 嗯 最典型的就是肉很大片 但是其實它比較薄的那種排骨 對我來講我覺得是蠻中乖中橘的排骨 它表味很特別 它不是傳統偏甜的樣子 它有點鹹甜鹹甜 黑胡椒的那種感覺 但是你們看看配菜 我覺得配菜真的會影響我對這一間店的感覺 因為我看到冬粉 冬粉也是我配菜沒有到很愛的 但它很好吃它有附菜脯 我喜歡他們家的菜脯 我覺得菜脯蠻好吃的 我覺得飯量也還OK 就一般啦 我們常吃這一家 現炸出來的排骨是真的好吃的 可是125喔 剛剛前面幾家115都讓我覺得很滿意耶 然後我就會覺得這一家配菜是比較簡陋一點 而且你不喜歡冬粉 我喜歡冬粉啦 因為就是說便當店的配菜都是很重要 冬粉就是占掉了其他的存在啊 沒有意見 我會覺得它排骨還不錯 就是那種沒有果皮的 所以它不會乾乾柴柴的 還滿濕潤的 它就是那種滷排骨吧 我給6分 我給6分 我給7分 多1分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再排骨好吃 對我來講我覺得它是比較大片 但是口味可能不一定是我喜歡的 而且它會不會太過分啊 它跟史努比聯名 感覺是用史努比的肉來做的耶 對不對 所以我不說是查理不良的肉 但是看這個有史努比的笑啊 然後吃排骨 看那個動物在那邊笑 然後吃這個肉 想像會是史努比的肉 台鐵便當店 台鐵便當真的是很多人大家的回憶 排骨便當的話是 110塊 它的排骨雖然沒有到很大塊 但是它是用木盒的 就是保留台鐵便當的那個原始的感覺 它感覺真的是滷滿久的 味道就是還滿重的 反而放久了 會有一點 油膩感 而且它的排骨的肉其實還滿薄的 然後又比較小塊一點點 它有點濕濕軟軟的 然後比較黏 它的味道比較重口 我覺得如果是配白飯的話 是還滿適合的 剛剛出爐的時候滿好吃的 嗯 對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菜色 看起來就是還滿豐盛 其實吃便當有時候就是看那個視覺感 便當也是有很多顏色的美學的好嗎 色香味俱全就是這個意思 沒錯 然後裡面有小黃瓜 小黃瓜會開心 解膩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 它裡便當的一個優點就是這個豆蓋 一定要滷到這種深色的 然後還有一片香腸 跟菜脖在這邊 好鮮 但是我覺得 我不喜歡的他們的應該是蛋 那種蛋通常都滷比較久 裡面都會很乾 它的每一道菜都是味道還滿重的 菜脯真的很鹹 菜脯真的很鹹對不對 它的優點也是缺點 就是在於 它的味道很重 但我覺得以吃飯來講 這樣子其實 白飯可能就可以很快的吃完 它的味道滿懷舊的 110我覺得 我可以接手 你們覺得呢 大概幾分 我6分 我也6分 我可以想到7分耶 我覺得可能 6.5到7分左右 因為我覺得 它的價格110算OK 因為呢 剛剛說的100塊嘛 CP值很高 但它這個多了10塊 但是它多了更精緻的感覺 就會讓我覺得 欸那我寧願多花10塊吃精緻一點 我也不要肉太大塊 然後最後吃不完 但老闆娘每次就太多都很差 真的 臉都超級無敵臭 每次買完都覺得 太多怎麼那麼差 可是又覺得 欸其實還滿便宜 而且又還滿好吃的 所以就是有時候就有點糾結這樣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開箱完我們今天 所有的排骨便當了 好不好 超飽 欸我們今天吃了8個是不是 所以平均我們現在是每個人 吃了至少兩個便當 我就吃到後面 已經有點難去判斷了 其實排骨便當啊 真的是我覺得 大家一定都會吃過一些 非常熟悉的東西 我自己個人呢 我喜歡 滷 然後再炸一點厚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會增加那個口感啦 我最喜歡 我喜歡的是 這三間是我覺得 我自己會喜歡 然後推薦給大家 排骨的差別沒有到很大 但是每一家便當店的小菜 會影響到 我喜不喜歡這一款便當 然後我覺得 如果說呢 你是覺得CP值的話 我覺得個人會誤逃 它炸起來的肉 其實算是滿好吃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配菜 雖然便宜 但是呢 它的配菜看起來都乾乾淨淨的 還有 免費的湯跟菜脯 我覺得辣菜脯有加一點分數 那再來的話就是米勒 因為米勒的白飯吃起來是 藜麥米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算健康 然後它的 主菜的份量都很大 雖然配菜給的不多 可是我覺得算精緻 然後再來就是 完美乳肉飯 淫在它的小菜 小菜就是很有家常味 雖然它的肉都不是熱的 然後飯也不是新鮮裝的 可是吃起來就讓我覺得有一種 懷念那種家庭感 我覺得我還滿追求那種家鄉的口感 布湯的菜頭真的太強了 我一吃那個菜頭 我就覺得給它就六分以上 嗯 然後我也超愛米勒的排骨 這起來很像在吃 雞排 雞排 而且那個米勒 就是買回來那麼久 然後那個紙袋一點都會有 喔就是我會讓你覺得說 欸它其實 感覺還滿健康的 對 而且 內用可以 然後檸檬茶太爽了 哈哈哈哈 然後我也很喜歡碗零 為什麼 也是配菜 所以你看配菜真的很重要 菜色有變化 是便當店一個很重要的 靈魂所在 沒錯 你喜歡哪幾間 我第一也是五桃 然後第二的話 我會喜歡涼色它 喔喔喔 對 因為它排骨是我喜歡的 然後第三的話就是米的 我喜歡它的那個米 梨麥米 對 梨麥米 欸其實我覺得大家吃下來 配菜可能佔了五成 排骨可能三分 大概就是價格 雖然我覺得以排骨上來講的話 因為今天都是我買 不是剛炸好 就馬上吃 當然沒有辦法吃出 排骨的高下 可是 再放冷一點之後再吃 如果還真的好吃 那就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排骨這種東西 最怕就是放涼了 會出油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排骨便當評比啦 那我覺得大家心目中 一定有自己喜歡的排骨便當 或是說 你們有吃過這些便當店 覺得哪一家便當店好吃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是說 欸你們有推薦 想看卡特 下次吃什麼不一樣的評比 欸我覺得滷肉飯評比也不錯啊 對不對 搞不好我們今天介紹的 你可以輪流去吃啊 我們介紹了七八款 你可以每天吃一個不一樣的 我覺得便當算是一個 很親民 然後很 日常生活中會吃到的一個餐點 所以說 我就會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們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也想要吃排骨便當的話 的話就去留言告訴我 你們最喜歡的排骨便當 我們想知道 排骨便當店的電話板在哪邊 我們都忘記君悅了 太貴了 謝謝君悅 它是天花板沒錯 價格上的 很麻煩 一百七 就是有女的七 但它打開來有花光 然後那時候它筷子是要那種 金色的 打開來會有一條龍 這樣飛過去 這樣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的小影片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如果還想知道 卡特更多美食評比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 你們兩個 走開